但是不管你的头脑好还是头脑笨 我们老师父讲 我们师父上 只要你信心精进老实听话 依教奉行 你都会有成就的 而最大的就是你能够听话 这个听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会有成就的 我们常常听我们师父上人讲 什么叫做听话 听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教你放下的意思 我们今天现在很多出现在哪里 关键在哪里 我们很多事情放不下 舍不得 看不破 以为这个身是我的 以为这个东西是我的 以为这些全部都是我的 其实哪一件东西是你的 没有 连这个身体都带不走 何况外面这些身外之物 你何必这么辛苦呢 这个是我的 一定要听我的 哪一件是你的 连这个道场也不是你的 所以不要去为了这个事情 给自己压力辛苦 所以为什么会有六道 六道的根源在哪里 在哪里 执着啊 六道轮回的根就是因为你有执着 为什么有一些人到三二道去 有一些人到三三道去 执着的关系 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师父上人常讲 你要懂得叫做老实听话 而老实听话建立在哪里 你能不能放得下 你看那个龙女 几岁成佛 八岁啊 在法华经有一品叫做提婆品 为我们说明出来啊 她是怎么成佛的 她是怎么成佛的 在老师文殊斯利菩萨的倒下 就是她的教导 而文殊斯利菩萨在龙宫 你想一想 龙是畜生道 只是福报比我们好 在龙宫听文殊斯利菩萨讲经 听了之后 马上觉悟 明白了 觉悟了 明白了 什么觉悟 什么明白 就是把行门立刻成就了 她为什么会明白 什么叫做行门 行门是什么 这个佛教用词 你们大家一定要知道 行门是什么 行门的用现代话来讲 就是放下的意思 她听经听明白了 文殊斯利菩萨怎么说 她听话 老师 放下 她立刻做到了 所以大成经里面 刚刚讲 你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 而能够放下 你就是成佛了 道理很简单 道理很简单 问题现在我们比什么样的人 都放不下 关键就是在这里 障碍就是在这里 眼睛看到的 有没有放下 没有 看到的都是落印象 这个印象将来变成了我们的障碍 耳朵 所接触的 也是落印象 执着 分别 妄想 你看 通通都去除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 今天念佛 一万当中念佛的人 找不到一个人能够往生西方极人世界 不是因为祖师大德的问题 是因为我们自己关键 太多东西放不下 没办法 所以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你看那个华眼睛莫获 你们有看到谁 善财吗 善财一生 圆正无上菩提 就是成佛 而他得这个根本质在哪里 在哪里得根本质 文书实力菩萨 根本质的意思是什么 根本质 根本质的意思就是得清净心 容易懂 他得到清净心 在这个文书实力菩萨的教会 他为什么会得到清净心 看后放下 所以 有很多事 我们学佛的人 不懂怎么修 所以修了一辈子 就是这个样子 像昨天 有一位居士来找我 我讲很多他修行的 心得的报告 但是我告诉他 不要着相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都是假的 善恶也都是假的 不要去执着这些 你的境界就提升了 是 我们公司 不然